非常高興能夠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稍微目測一下 應該不止1.5應該有15公尺 OK 免15公尺 OK 那就口罩先拿下來 那剛才其實大家都已經掃了QR Code了 其實在剛才就是開場的時候 已經有99個問題在上面了 所以今晚勢必不可能全部回答完 但是任何問題就是我回去的路上一定都會看過 但是如果要拉票的話 現在是拉票的一個好時機 因為我今天晚上不能夠回答完全過的問題 已經100個了 那所以在接下來從現在7點10分 然後到8點可能30 30多左右 的這段時間裡面我會講什麼 就完全是由大家來決定 那如果掃不到QR Code的話 可以手動進入slido.com 然後輸入12028 那如果就是沒有帶手機 這機率很低的話 那也可以請你的左鈴右設幫忙輸入 那或者是舉手啦 舉手的話還是可以就是低麥克風 然後是可以有一些補充的這樣子 好 這個大家都OK嗎 OK的話我們就開始了 好 有個請問朋友們問說 自學很需要的是自治理 請問他們會是如何提升或者克服這一塊 對我來講最主要的學習它就是要先有一個Purpose 就是要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共同的價值 所以我把它叫做Purpose Based Learning PBL 那所以呢有的PBL呢它講的是老師給你的一個專案作業 Project 或者是你自己發現的一個問題一個Problem 那這個是目前PBL兩個比較常見的講法 那但是對我來講可能不是我自己或者是我旁邊的人問題 而是全世界共同面臨到的一個問題 那這種問題是一個come on purpose 是我自己比較感興趣的 那以現在來講當然永續發展目標這17個大問題 都是結構性的問題 而且需要10年以上的時間才能夠解決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的come on purpose 所以像我自己14歲開始自學的時候 我想要解決的問題就是 網路可以快速的讓人跟人之間彼此信任 但是又可以快速的讓人跟人之間彼此不信任 這個情況跟面對面是完全不一樣的 Swift Trust Swift Distrust 的這個情形 那這個情形到底是怎麼回事 那在當年其實並沒有單一的學門來講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必須要旁聽非常非常多的學科 那在今天會叫做跨領域不分系等等 不過我當年都沒有這些講法 所以我唯一的做法就是載學 然後就是在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用一種你知道中二的那種心態 然後去做學問 那但是呢很有意思 就是說如果你有一個come on purpose的話 那就好像說別人都還在跑 就是單軌的軌道分一二三名的時候 你已經找到一個方向 一轉身就跑自己的軌道 這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你就贏在起跑點上 按照定義 因為沒有人跑這個方向 所以你就是第一名 那然後 而且你又一直是第一名 然後第二個是說 別的也想要解決這個共同問題的人 像剛剛談到的開放原始碼運動 自由軟體運動等等 也都在跑向同一個方向 所以你就會結識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所以這個時候呢 反而不太需要自制力 因為自制力是別人給你一個框架 你在那個框架裡面 有點忍受不了這個框架 但是又硬要忍受它 這個是自制力嘛 但是如果你自己有一個 common purpose 而這個 purpose也是社會所需要的 那這個時候你需要的就只是創造力 creativity 那所以這一部分 大概就是引領我自學的一個方式 大家也可以參考看看 那每回答一個又多出三個問題 OK 好 有58位朋友問說 在強調自學的時代 讀不懂大學的差別何在 避不畢業的差異又何在 這個問題問我就問錯了 因為我不但沒有念過大學 高中都沒有念過 那所以我沒有辦法很橫平的回答 因為我沒有就是有讀大學 沒有讀大學的這兩個經驗 但是對我來講大學是非常重要的 剛才說我在家自學 我在家的時間其實並不多 很多時候就是在政大 而且我發現說政大的老師 像當時的于田松老師 蘭婷老師等等這些老師 他發現我不是來跟他要學分的時候 他反而對我比較好 也就是說比較願意花時間在我身上 為什麼 因為我研究題目 跟他們研究題目有重合之處 所以這個時候呢 有一些特別是人文的 那種需要面對面討論的 並不是關在家裡看原點就能夠看得懂的 等等的這些 甚至像蘭婷老師當時是 給我一個office hour 就是每個禮拜有一天下午 就是把他的研究是等於開口 我想要聊什麼就聊什麼 那像這樣子的一種做法 我覺得對於自學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自學最主要的還是說 你要解決這個共同問題 你要了解到說到底哪些人也在解決它 那不然的話 沒有認識這些人的話 那一定是沒有一個架構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大學還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你可以不讀大學 但是不能不懂大學 要懂得了大學的話 就會從大學連接到 這個國際的開放的學術社群 那對我來講 當然因為我三年三六指援 六年六個小學 然後念了一年的國中 然後中二就中錯了 十年失所學校 那所以對我來講 就是我好像沒有什麼畢業的感覺 而且事實上也沒有做過暑假作業 因為就是暑假都在轉學 那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我好像沒有什麼資格來 畢不畢畢業的差異是怎麼樣 因為每所需要的對我來講 我都只待一年 或最多一年多而已 但對我來講 這個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發現說 好像就是同樣的一個知識 在不同的老師手上 其實是展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 所以重點可能不是 我要修哪個學分 或者是完成哪一個學程 而是我認識這位老師的時候 他在做什麼研究 他自己的好奇心是什麼 我跟他是好像成人對成人的關係 不是好像小孩跟大人的 這樣子一種關係 那有這樣子一種關係的話 我覺得畢不畢業 是沒有什麼差異的 有五十六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無框架的精神 是不是讓主委在這次的疫情當中 比較快速發現科技問題 以及如何用創新的方式 留下所謂crossolution 就是所謂眾人知識 眾人助之 來解決問題 確實是如此 剛才提到的口頭地圖 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是因為這根本就不是我的發明 口罩地圖就是台南 吳展偉在寫口罩地圖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有這個東西的存在 他自己就發表了 本來是幫他的親朋好友解決 附近的便利小弟買不到口罩的問題 因為他的LINE群組被洗版 這邊還有 這邊沒有 這邊還有 這邊沒有 那他就受不了了 所以他就貼一個連結說 這邊是個Google Map 就是你們回報的時候 直接去那個上面回報 結果就被全國的媒體發現 所以就上了電視上的新聞 那所以他一夕之間 就欠了Google 60萬的 Google Map API的使用費用 那所以是那個時候 他到了就是G0V的這個 slack channel上面 來求救 就是 不過從他角度來看 就是他覺得欠6萬 他還付得起 欠60萬 他說他反而已經很坦然了 因為他反正付不起 那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債作不愁的那個感覺 所以這個時候他來 G0V slack channel 他只想要找的方式 就沒有什麼方式 他不需要去依賴於Google 那當然我們在G0V頻道上面 有很多非常了解 像OpenStreetMap等等的 這些朋友 所以確實就是G0V 就是要賺大錢 這個不一定是G0V的強項 要省大錢 絕對都是G0V的強項 所以這個時候 他只要依賴這個channel 大家就開始出主意 我也是其中一個出主意的人 但是就剛好在那個時候 這個社會創新被我知道的時候 我們就了解到說 其實如果我們不去做實名制的話 那沒有辦法去阻止 大家在凌晨3點騎一個摩托車 然後便利商店 每一次進貨你就去掃貨 然後以至於到凌晨5點 沒有人都 就是完全沒有人買到口罩的這個情況 所以必須要去做Rationing 去做實名制 但實名制的時候 健保署它規劃出來的那個 就是即時的庫存等等 它是一個表格 甚至是他本來想說 每天產生一份PDF 那所以我就要趕快告訴院長說 你如果每天產生PDF 可能是不會的 絕對是不行的 這個就是避倒無遺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 這麼好的超商版本的口罩地圖 我們應該去跟吳正偉的聯絡 那當然吳正偉 只是第一個版本 之後江明宗 有他真的用開放戒圖的版本 一堆三角形的那一個 現在都還在運作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其實是把Govetech 就是健保署這邊的技術能量 跟Civitech 就是台南那邊的創新能量 這兩個把它結合在一起 我自己是沒有寫什麼誠實 我就只是寫一個 把所有的口罩地圖列表 列出來的那個網頁而已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就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情況 就是就有一個叫做Frank 我完全沒有聽過的人 突然跑到這個頻道來說 你這個開放的API 這個即時的庫存 是只有寫地圖的人可以用 還是寫Chatbot 就是在Line上面的 堆劃機器人的也可以用 那我說當然 就是OpenAPI 並沒有限制你的用途嘛 所以就是你愛用就用 那結果他後發而先制 他的那個Chatbot 比江明宗的版本 還要早寫出來 那他就是什麼呢 是疾管家 HTC DeepQ的專案經理 也是非常年輕的一位朋友 那所以呢 就是這三位朋友 在我們2月6號那一天 這個社會創新就完全上線了 那上線之後呢 就快速發現 科技問題 因為科技並不是 只是解決問題 科技也造成問題 因為在同時 在我們都不知道的 某一個角落 有一群年輕的鑰匙 也在做另外一個社會創新 他們印出了 標準版本的號碼牌 說去iPhone 就可以直接列印 然後稍微剪一剪之後呢 在排隊的時候 你就不用一張一張刷健保卡了 你是一張一張拿健保卡 然後換號碼牌給他 這樣的話 早上7點到9點 排隊立刻就消化完了 但是呢你是跟拿號碼牌的說 我中午慢慢刷健保卡 你班晚7點到9點 再回來拿你的健保卡跟口罩 然後號碼牌還我 這個社會創新 我本來不知道 那這兩個如果單獨運作 都可以省大家的時間 降低大家的風險 讓大家不用亂排隊 但是這兩個同時發生的時候呢 那就好像Mentos加上可樂 就爆炸了 那我在附近 就是單獨都是很棒的食物 加在一起就說會爆炸 我在家裡附近就有一個藥局的鑰匙 它是用發號碼拍的 它在門口用A4的 斗大的A4的紙貼 不要相信APP 警探號 警探號自己一張 然後 就是不要相信口罩地圖的意思 因為從口罩地圖的角度來看 如果你一旦發號碼拍去 健保卡 你就是一片都沒有賣出去 到中午的時候忽然賣完了 然後呢之後又都沒有 這個看起來就很像暗槓 那所以就有很多朋友會打電話去說 你是不是暗槓口罩 那他們就白口莫辯 那但是反過來講 就是這個也在摧毀口罩地圖的可信度 所以雙方的社會創新 其實是一個彼此抵銷的 這樣一個狀況 就是兩個都是科技 但是兩個造成彼此的問題 那還好 江明宗的那個版本 是有一個Google form 任何人都可以去填一個表單 去說這套系統 它碰到什麼問題 所以呢 在我當天晚上說真的沒有睡好之後 醒來 還是有睡到八小時 那但是呢 就是玻璃心稍微強化一點 因為我本來都不敢去看那個留言板 那但是醒來比較玻璃心強化一點點之後 就看 果然前面幾個都是人生恭喜 一大堆驚嘆 但是呢 到第五個留言 就有一個專業的五樓 專業的鑰匙 他留了一句非常有道理的話 鑰匙都是專業人士 對不對 他留非常有道理的話 那地圖你就分兩個時段 一個是零號碼排的 一個是零口罩的 不就解決了嗎 這真的是很棒 那我就說好 那你行你來 那所以呢 我就後來就是趕快去跟健保署去改 我們隔不到一個禮拜 我們就 就是有這樣子新的資料結構 那但是呢 過了不久 我去隔壁的藥局 他A4紙還貼在那邊 他還是說不要相信口罩地圖 這到底怎麼回事 所以我就再次強化了自己的玻璃心 然後呢 就走進去 然後跟他就是稍微寒暄 然後趕快買一瓶冬蟲夏草 什麼的 然後 OK 然後 然後問說 就是 就是不是已經按照鑰匙的想法做了嗎 這怎麼回事 他說沒有 你只是把我很痛苦的九個小時 縮短成很痛苦的半個小時 因為他七點到九點發號碼排 八點半就發完了 八點半發完了 那八點半到九點他還在地圖上 那所以他還在地圖上而且一片都沒有刷掉 他這半小時還是接到憤怒的電話 所以他這個A4紙沒有要撤掉 那所以呢 這個就是無框架的精神 在這裡就非常的重要 因為不但沒有民間跟公務門中間的框架 甚至也沒有個別的鑰匙跟政策制定者中間的框架 因為我也知道非常厲害 八個字 開門造局 你行你來 所以我有一個標準的問法 就是假設你是唐鳳 你要怎麼做 那鑰匙說 我一下想不出來 不過就是 既然就是你都誠心誠意地請教我 那我就大發慈悲地去問我的社群 所以他們就回去在那個要撤群組裡面討論 然後他說明天再來 好 那我就站著隔天再來 隔天再來那個A4紙撤掉了 就 但我們什麼城市都沒有改 那所以呢 他問了社群之後 他就說 我找到你們系統 有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 是說就是每天在進多少片口罩的時候 你只是檢查他是不是整數 但是你沒有檢查他是不是正整數 所以呢 如果你前面加一個富豪 我就可以進五百片口罩 進五百片口罩 我的倉儲就會變成富豪幾百片 富豪幾百片是什麼意思 是來的人反而要給他口罩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 因為我們的城市沒有辦法處理這個情況 所以說 他就會從地圖上自動消失 所以他到了八點半 他就趕快進富五百片口罩 然後他就從地圖上面消失了 這個已經超過社會創新 已經進入白帽駭客的這個範圍 好 那他就說不要跟指揮官講 對 好 那我說 對 我當然不會跟指揮官講 但是好像不能就是一直靠這種白帽駭客的方法 解決問題 不過剛好那時候指揮官在討論說 辛苦的鑰匙 禮拜天應該要可以休息 但是呢 他這樣子一講 很多鑰匙打電話給指揮中心說 其他人禮拜天都休息 那我們可不可以開門呢 那是因為就是其他人都會湧入這些 禮拜天還開門的要去嘛 所以後來他們就只好設計一個按鈕 就是願意打烊的 禮拜天按個鍵就打烊 那還要開門的 禮拜天不要按那個鍵 你就是開門的這個情況 那我就馬上跟健保署說 我附近有一個鑰匙 它有一個很好的想法 就是說你到八點半 號碼牌一發完 你也可以按那個鍵 平日也可以 不是只有禮拜天可以 從那個之後問題才真的完全解決 不過已經三個多禮拜過去了 那所以到那個時候 這兩個社會創新突然真的變成彼此家牆 然後要是也發現說 他不太需要發號碼牌 因為也有一些被快一通 後來被便利商店分散掉了 那所以到後來他貼的就是說 這裡還有很多口罩先貨 什麼之類的 別的標語 那我看到了當然就很高興 所以我講這個比較長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其實這裡面已經超過所謂的 cross solution 的範圍 因為cross solution 一般 還是我來設定題目 然後大家來想解法 但是剛剛所提的 不管是台南那幾位 Civic Tech的朋友 或者是想到說 我也可以用Line的那位朋友 Chatbot的朋友 或者是剛剛講的 這位白帽駭客級的鑰匙 一定不是他自己了 他後面有很多社群 那所以無論是這些朋友 其實他們都是Agena Setter 他們都在設定說 這套系統到底應該要怎麼樣 共同創作 所以這個就不是只是 所謂的cross solution 或者是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他真正意義上是 我現在把它叫做 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就是先有一個社會部門 社會部門自己在那邊吵架 但是最後想出一個 對大家都好的價值來 他拿這個價值來要求公部門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變成他們的廠商 就他們要什麼 我們就要寫什麼的這個情況 然後公部門再回來 告訴經濟部門說 像四大超商等等 你要怎麼樣配合這些 社會部門已經討論好的一些解決方案 所以這樣子一種 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我覺得確實是新的框架 它還沒有變成一個很嚴格的框架 但是一個類似norm 就是社會的常規 我們可以試著用這樣的方式 來做事情 有五七位朋友們問說 我想請教自學的自我時間安排方面的問題 在自學路上要如何認識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興趣 以及左關號、客觀右關號 評估以及了解自己 需要投出多少時間和精力 在自學某件事物上面 已經這樣子才能夠有走在軌道上面的感覺 確實啦 就是自學它跟體制內學習 最大的一個差別 就是這個沒有軌道的這個感覺 但是沒有軌道的感覺 它並不是沒有方向 它還是有方向 只是你用什麼方式到那個地方都可以 就好像永續發展目標說 2030年我們要完成這17件主要的事情 或者169件就是很細節的事情 但是它沒有說你要怎麼樣完成 事實上你怎麼做都對 那所以這個就是自學的感覺 就是你有一個 purpose 沒有錯 但是中間呢 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路徑 所以這個路徑就是要自己找 那所以呢 當然這個每個人的性格是不一樣的 有些人像我 我是會先 好比說我搬家到某個地方的時候 先把父親離我最近的那家餐廳的菜單上面的每一道 我能夠吃的菜都吃一遍 那就是一個廣度優先 就是先掃描一遍 掃描完之後呢 有某一道我覺得特別好吃的 那我之後每天就專門指點那一道菜 那所以這個我就少了判斷所需要的精力 或者是每一道都不怎樣 那我就會到刺進的那一家店 然後再做一次一樣的事情 那這個演算法是就是非常好用的 那就有點像是就是你走迷宮的時候 就是要這個一直碰右邊的牆 那種演算法 那但是像這種演算法 最大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你還是要知道你的 purpose 是什麼 迷宮的話你要走出那個迷宮 你如果要研究一個永續發援目標 你要對那個目標是什麼 比較了解嘛 所以如果對這個目標有清楚的了解 purpose有清楚的了解的話 那我覺得在中間 你用廣度優先的方式是非常棒的 Steve Jobs去學書法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他做個人電腦的那個特色 就是那個個人電腦可以呈現書法的美感 對不對 但是他無論如何就是去學了書法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是每個人當時的那個興趣 不用特別去想說是斜槓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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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只要有一個 common purpose 這個斜槓的斜率就會慢慢轉變 它就會變成一個橫線 它會變成一個連接符號 就是說你學到的每一個都可以跟前面的串連起來 那反過來講如果是沒有什麼 purpose 只是覺得說那我學一件事情後來就沒興趣了 那我學下一件事情也沒有什麼 common purpose 跟前面的也沒有關係 那這個斜率就會慢慢變成一個束線 就是變成說好像彼此間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這個斜槓的斜率是多少 完全是靠就是你對於 common purpose 的理解 到怎麼樣的一個程度 這大概是具體的一個回答 有58位朋友們說如何來處理拖延的心態 尤其在自學無監督的環境下 要怎麼樣運用 像我常運用的番茄中的工作法 工作25分鐘 休息5分鐘 而不是番茄醬的工作法 就是說什麼都不做 然後dayline來的時候 砰 這樣 OK 就是我想在場也有一些番茄醬工作法的愛用者 那我以前校的時候也是番茄醬工作法的愛用者 我是非常喜歡那種dayline 從我身邊嗅一聲過去的聲音 那是真正的拖延症 但是後來呢 我就遇到了救贖 我就遇到了一位 就是詩人 文學家 但是碰巧也會唱歌 叫Lena Cowan 那我就碰到他的一首歌叫做Antham 那所以現在有人要 我給一句什麼禁欲兩顏 我一律都是引那一句話 那那句話呢 我覺得真的就是我們這種完美主義者的救星 他那句話是從Antham這首歌來的 是那首歌最後的四行 他是這樣說的 Ring the bells that still can ring Forget your perfect offering There is a crack A crack in everything and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 那翻成漢語的話應該是 中能敲響就敲響 十全尊足莫指望 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所以簡單來講 你如果做得很完美 通常會拖延都是你想要做得很完美 你如果想要做得很完美 人家除了給你拍拍手之外 也不能夠做什麼 但是如果你做得不完美 那別人就可以跳出來 然後說你這邊怎麼樣 這邊不好 那你只要能夠強化你的玻璃心 你就認識了新的朋友 大家在網路上面討論都是這樣的 你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沒有人要理你 你問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然後切換一個帳號 去留一個很爛的答案 所有專業的五樓都跳出來 這個叫康念含定律 這個是顛覆不破的真理 對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如果你有dayline的壓力的話 那你不如在dayline還沒有到的時候 甚至就是第一個番茄中 就是前25分鐘 你就先隨便拋出一個 多爛的無所謂的解決方案 然後強化自己的玻璃心 然後你就會得到 非常非常多專業的五樓的幫忙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自然也就沒有什麼dayline的問題了 因為人家看到你的錯字也好 人家看到你的概念使用錯誤也好 像我演講 就會一直接到其他人的私訊 說政委你說當初做免洗餐具 是因為要避免B肝的傳染 你講錯了 當年我們是要避免A肝的傳染 對 那我當然就跟他說 很棒 確實是如此沒有錯 就是說現在已經變成說 我演講裡面 任何一個小細節 如果有講錯 那其實就立刻就會接到 即時的更正 不管是直接在YouTube上留言 或者是透過Email的訊息 那這樣子的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我學到很多新東西 那第二個是說 我就沒有什麼dayline的壓力 我絕對不會覺得說 我要上台要演講好緊張 因為我反正沒有框架 我要講什麼是大家一起決定的 我講錯了 大家也會告訴我啊 你知道維持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當然就沒有任何拖延症的問題 因為你是Working with the community 不是Working for the community 是跟整個社群一起工作 不是為了社群來工作 那這個在特別是Social Design 社會設計上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58位朋友們想要問說 所有自學的項目裡面 覺得最有挑戰性的是什麼 我覺得最難以自學的 最難以自學的 就是傾聽的能力 那這個就是講起來 就好像就是一加一等於二 那麼簡單 但是事實上確實是如此 因為絕大部分 特別是我們叫做Humanities 人文的這個學科 你要知道這個學科的經典在寫什麼 你看書是一點用都沒有的 你必須要先自己有過那樣子的感受 但是其實寫這些經典的朋友們的人生經驗 跟你一定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你也沒有辦法 就是透過完全格物置之 看一顆竹子的那種方式 來了解竹子的感受 這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所以唯一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別人有過這個感受 然後你認真的去聽他講 除此之外好像沒有什麼別的方法 但是他的生命經驗跟你那麼不一樣 所以你如果打斷他 或者是說他講到一半的時候 你的腦裡已經下了一個詮釋 那還是沒有用 所以你必須要真的是很深度的去聆聽 那對大部分的朋友來講 就是你聽任何一個人說話 五分鐘不打斷他 應該是可以做得到 到十五分鐘 至少你腦裡就會開始打斷他 到四十五分鐘 到五十分鐘會越來越困難 但是對很多朋友來說 這個時候才是他真正的個人的經驗 真的開始跟你所謂有這個Empathy 有同理心的時候 你如果只聽他講五分鐘 你只能有同情心 只有Sympathy 就是情緒被他牽引 但是你到了通常是第四十五十分鐘 才真的能夠好像換位思考 好像進入他的那個世界觀裡面 這個你靠自己學 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要怎麼樣確保說 人家願意跟你說話 你聽他說話 聽了十五分鐘 你又花五分鐘跟他確認 你聽到了什麼 然後他才願意講更多 或者來更改你的一些 預設的這些立場等等 這些所謂Active Listening 積極的聆聽等等這些技巧 這個練習一輩子也練習不完 但是這個不是自己就能夠做主的 真的必須要找到一個社群 你才能夠去完成這個聆聽的這部分的工作 好的 有四十二位朋友們問說 FBI是不是真的會偷看我們 我們用這個蘋果電腦的朋友 之前都非常就是在意這件事情 就是蘋果到底 FBI逼他交出這個解鎖iPhone密碼的時候 蘋果到底會不會交出來 那以我們的理解 到最後蘋果沒有交出來 那FBI用了別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目前就是 並不是在幫特定的廠商打廣告 但是就是你還是要看他的紀錄 對某些廠商來講 根本不用FBI 就是一般的法院給他一個搜索票什麼東西 他就立刻就交出了你在他那邊的資料 但是也有一些會說 沒有我們已經從頭到尾用點對點的加密 好比像說Google Duo 好比像說FaceTime 用點對點加密的 就是iMessage等等的情況下 那就算FBI真的要他交出他手上的全部的資料 他也只有Meta Data 就是幾點幾分 誰跟誰有講了多久的話 但是那個內容 因為他伺服器上一開始就沒有 所以他也沒有東西可以給 所以這個點對點的加密還是非常的重要 那當然就是FBI有一些方式 能夠去要求就是蘋果去說那幫我裝個後門 什麼之類 但是目前以我的理解 他們目前都resist 就是都沒有 因為FBI事實上也沒有法律依據 然後他這樣子做 那所以在目前的這個情況下 並不是我要買特定電腦 你不管再用什麼樣子的電腦 或什麼樣的裝置 就是多去看一下他之前跟各國政府交手的記錄 然後自己做出選擇 有40人朋友們問說 自學力跟團隊合作的能力 似乎是兩種不同的能力 確實 如何相輔相成呢 碰到一般的企業或者政府的部門 這些組織不是兩種 各種組織又該有怎麼樣的自學力 來因應不同環境的變化 又如何促進組織之間的合作 這都非常好的問題 其實團隊合作的能力 如果團隊裡面每一個人 都有自學的精神的話 那誰也不用等誰下命令 而且只要確認共同的價值 或差不多的價值就可以了 然後就每一個人都可以自己去 發揚光大那個價值 像合作地圖就是這樣子 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價值 就是不要讓大家無意義的排隊 對不對 那但是呢 就是到底為什麼要買口罩 後面有一個共同價值 就是當四分之三以上的人 都能夠戴口罩勤洗手的話 那病毒的基本傳染數就會小於一 那這個也是最基本的價值 當這個是大家都了解的 因為有很可愛的一隻柴犬 就是每天下午兩點一隻洗腦 到最後大家就是都知道這件事情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那我們就知道說 大家就是個行其事 但是最後加在一起 還是一個共同的目標 但是如果在團隊裡面 自己的品質 做到差到讓那個人受不了 好 對 就是說好比想說 如果他是設計師 那你就應該要不要開題 對 對 對 或者心系民體 對 好 那或者是說 如果他是藝術家 那你就做一個小畫家 那 或者是wood art 對 所以總之 這個意思就是說 當他真的受不了的時候 他的那個自發的那個感覺 就會冒出來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說 你行 你來嘛 他真的行嘛 所以他就會來 所以這個概念也很容易擠 這叫做 誰在乎 誰痛苦 所以 意思就是說 你要找出他在乎什麼 那就是把一個品質那麼差的東西 推到他前面 然後這個時候 他那個自發的感覺 就會被激發出來 絕大部分的人 總是有一兩件他在意的事情 不可能完全沒有 所以就是你要各種各樣的方式去試探 到底什麼東西是他受不了的 那這個時候 他就會真的很受不了 那這個受不了的感受 你就要引導他 從怒怒 到悠悠 就是他一起來想怎麼樣可以比較好 不要再發生那麼爛的 不要開提了 那然後接下來就是到樂樂 因為進入共同創造這個情緒裡面 那這個是所謂的接近系統 那接近系統就是所謂的prosocial 就是親社會的這樣子一個感覺 所以這是在一般的企業或政府部門 都可以使用的這樣子一種做法 那當然組織跟組織之間 那又完全不一樣 因為組織按照它的組成 它可以有不同的交換模式 後面像說 如果是完全縱向的組織 那就是一個掠奪再分配的模式 那或者是說 如果它是就是大家都彼此認識的 比較緊密的組織 好像一個社區發展協會 跟同一個社區裡面的合作社 那是像家人一樣 什麼都分享 但是也只有我認識的人 我才跟你什麼都分享 這是另外一種交換模式 那又有另外一些交換模式是 基本上就是你有錢 那你就是大爺 那就是我服務那些有錢的 那是為了賺錢嘛 也是有這樣子的組織模式 那但是我剛才講的 大概都是第四種交換模式 就是它是跟不特定人 但是又不是神要賺什麼 而是要達成共同目標的那種交換模式 並故行人把它叫做X的這種交換模式 那因為沒有什麼好的名字來說明它 所以我們也暫時把它叫交換模式X 那所以其實如何促成組織間的合作呢 就是去找到本來都已經習慣用特定的掠奪再分配也好 或者是就是家人之間彼此親密也好 或者是發達財也好 就是有不同的原則的這些概念 但是呢你確保它中間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也非常神奇 就是每一次當你有一個共同目標 香港有一個講法叫做利品發財 就是你先有一個共同的價值 那其實就算想發財的人也會來這個價值裡面 因為它是要只有這樣子 它才能夠為自己爭取利益 那想要認識新朋友的人 因為是共同價值 所以要好像家人一樣的去看待 那就算是掠奪再分配的這些朋友 也會發現說我們自己就是去掠奪 我其實講掠奪好難聽喔 但是當時是徵用嘛對不對 去徵用這些口罩的這些產線 然後去確保說大家有這個平均的這個分配 其實就是掠奪了 那但是是不是為了這個大家的福祉嘛 那但是縱使是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這個完全分配式 完全左翼的做法 你如果加上一些右翼的 這些市場的這些機制 好比像說從粉紅口罩到彩虹口罩 從螢光口罩到現在夜光口罩 現在就各種各樣就是 非常非常自由的一些創作出現 但是我們左翼這邊並沒有停嘛 而且最近還降價 那但是右翼的這邊 當大家進來的時候 大家比較願意戴 因為對很多朋友來講 我戴這個口罩 我是一種自我表達的這種方式 我不是非戴不可裁戴 甚至它已經是我的衣著的一部分 現在也在台灣已經演化到這種情況 那所以就是說 即使是這些工部門 經濟部的朋友 那你只要說 交換模式X對你最後真正想要達成 就是大家都戴口罩進行洗手 有好處 他也不會反對 透過這樣的方式 像口罩地圖 跟大家互相協作 有四十位朋友們問說 每天都幾點睡 幾點起床 非常好的問題 我每天一定都要睡到八個小時 這個是就是 不管怎麼樣 所以如果我有一天只睡七個半小時 那我中午就會睡半個小時 就是反正怎麼樣加起來就是到八小時了 那但是呢 並沒有固定的時間 主要原因是因為現在常常 一大早大概六點多七點 就要起來去跟美東的朋友去視訊 那也有一些時間是要很晚才能夠睡 為什麼要跟非洲跟歐洲的朋友視訊 那所以就是說 因為有這兩個時區的關係 所以有的時候必須早起 有的時候必須晚睡 但是不管怎麼樣 我們排行程的時候 就會確保說 那反正就是7點到7點 那你如果 早上7點 還要再往前排 那就是之前的那個晚的 就必須要就是 有相應的調整 但無論如何 對我來講 就是有12小時是我自己的 那這個時候裡面 8小時一定要睡滿 那4小時就是看我當天想做什麼做什麼 大概是這樣時間安排的方式 有45倍朋友們問說 假設我設定了一個自學的方向 例如像說學習R語言 你會如何開始規劃每個學習步驟 怎麼決策 使用哪些教材 又如何判斷 哪一種學習的頻率 好比想說一天多少時間最適合我 最終我將如何評估自己的學習成效 以及程度 謝謝 好 這個不錯 這個我如果回答出來的話 那個學習歷程檔案就有範本了 還好今天不是在高中演講 那我想這裡要講的是兩件事情 第一個 我不會把學習R語言 當作我的學習方向 因為R語言並不是 purpose 除非今天我像之前接下 從Pearl語言到Raku語言的 這種語言設計的這種工作 那這種工作的話 確實它可以說是 purpose 因為這等於是創造出一套新的 好像法治體系那樣子的一種感覺 那是非常大的一個工作 但是這邊講的是學習 並不是說 如果你要做R語言的下個版本的話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其實是Instrumental 就是它是工具性的 這樣子一種描述 當它是工具性的描述的時候 最好不要跟 purpose 混為一談 因為不管你學R語言本來以後 去做什麼 說不定你不需要學R語言 也可以做到那件事情 說不定你要做的那件事情 用樞紐分析表就可以做到 沒有 我亂講的 但是真的很多用樞紐分析表 就可以做到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會做的事情 其實是反過頭來問說 我想要解決什麼問題 我對什麼東西好奇 這個的社會意義是什麼 這個對於後代子孫 是存款還是提款呢 我先問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我稍微回答出來之後 那個方向就會變得越來越明確 所以學習步驟的前端 反而不事先去學習 而是先去問自己說 What's the purpose 好 那這是第一個 那接下來就是使用哪些教材 如果 purpose很確定 而且你也確實必須要使用R語言 才能夠達到那個 purpose的話 那其實最簡單的就是 我認識的朋友用什麼 我就用什麼 其實很多人問我要學哪一種城市語言 那我都是說你旁邊的人用什麼 你就用什麼 因為這個是很現實的 就是城市語言並不是只是寫城市用的 它也是跟旁邊的人溝通用的 所以如果旁邊的人都在用好比像說R語言 那你就一定需要用Rust 好比像說 雖然我很喜歡Rust 但是就是旁邊的大概就不會知道你到底在幹嘛 那所以這個時候旁邊的人學什麼 你就學什麼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但是並不是旁邊的人要做什麼方向 你就跟著隨波主流他們的方向 因為這個時候你的方向已經很清楚在你心裡 但是你加入這個社群 學習的是它的工具性的這個部分 Instrumentality的部分 那當然如果你是擅長就是社會設計的朋友 那你在一面學的時候 教學相長啊 你也可以說我要學這個是為了解決 你知道全球暖化 這個溫室氣體開放 我寫這一套城市 其實就是做碳交易吧 等等 那所以這個東西也會影響你的R語言社群 它裡面也許有些人也會轉過來去 對永續發生做出貢獻 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的 對那所以這是什麼決策 那接下來就是學習頻率 基本上只要不超過16小時都是好的 超過16小時就不行了 因為很簡單嘛 你超過16小時 那你就睡不到8小時 睡不到8小時的話 就是很簡單的那個減法 對不對 就除非你到別的星球 那個我就沒有要來管你 這樣你還要在地球上面 還是24小時的這樣子一個時間尺度 那這樣子你如果好比像說 就是只睡到6小時 那其實你前面就是 雖然就是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學了18小時的東西 但其實是打了一個很大的折扣 就是大部分其實沒有寫進長期記憶 尤其是關於價值的綜合的這一部分 就是在夢裡畫重點的那個部分 那個部分是沒有寫進去的 那如果感興趣的話 好像最近有一本科普書 人為什麼要睡眠什麼之類的 裡面有講很清楚這個機制 所以只要一天 不要超過16小時 對我來講就是好的學習頻率 那最終就是怎麼評估自己的學習 成效以及程度 那大概就是看說 我到底對於這個 purpose 有沒有貢獻嗎 我如果能夠有貢獻 那概念上面應該是說 我貢獻出來的 就是透過我的學習 而貢獻出來的這件事情 能夠啟發超過一個人 1.001個都可以 能夠啟發超過一個人 也願意用這個方式 去了解這個 common purpose 那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基本傳染數 就是所謂idea worth spreading 就是值得傳染的想法嘛 那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都只是思想的 學問的 文明的載體 所以只要通過我們 能夠增幅它 增加它的基本傳染數 到大於1 你的工作就完成了 因為別人看到你的貢獻 它也會被啟發 然後也會去啟發別人 又去啟發別人 社會創新就是靠這樣子的方式 來變成整個社會的創新嘛 那如果你學習 學得非常的高深 但是做出來的貢獻 不管什麼原因 可能因為你一開始學的語言 跟你旁邊的社群不一樣 它的基本傳染數小於1 那它就跟著你就一起不見了 你登出的時候就登出來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覺得是滿重要的 就是它的永續性 它的sustainability 是靠著增加 貢獻跟思想的基本傳染數 來做到的 有四處的朋友問問說 想請問讓自己最高效率 熟悉陌生領域的一個方法 以及原則 非常簡單 就是你看在這個領域 就是最夯的題目是什麼 然後呢那個社群 就是最密集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研討會啊什麼的 或線上的一些社群 然後就去亂入 就是就直接去那邊 然後講一些非常外行的話 然後所有的專家都會看不過去 但你就賴著不走 然後賴著不走呢 就是大家就只好來糾正你 因為也沒有辦法把你趕走 那所以這個情況之下 你一下子就會了解 所謂的state of the art 就是這個領域 它的邊界在哪裡 因為大家的經歷 正在這個上面 突然就是冒出一個亂入的 然後這個大家又不想要就是 被你完全亂入 但是你是誠心誠意的 就是你是真的想要有所貢獻的 那所以他就不得不大發慈悲的 就是問下他的社群 然後就是勉強的教你一點點 就像那位鑰匙 對我做的事情一樣 那所以就是我 我懂不懂這個鑰匙的工作 我真的完全不懂 我從來沒有開過連續出房間 那但是這位鑰匙 因為就是我願意強化自己的玻璃心 而且亂入他的藥局 當然有買一些就是冬蟲蟲什麼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 術修了 術修還是很重要 對 那但是他就 因為看我就是誠意可感嘛 對不對 所以他願意去調動他的社群的力量 讓我們一起來解決 共同面對的一個問題 所以那個社群現在覺得什麼最重要 你也要認為那個東西最重要 那個 purpose 最重要 那但是呢 就是就是讓大家了解 非常明白的了解 就是你就是亂入的 但是如果能夠把你訓練好的話 你有一天可以成為有所貢獻的人 那這個時候大家都會看你可憐 然後不得不 就是稍微提醒你一下 那這個只是萬事萬靈的 我基本上做什麼事情 都是用這個方法 好 有四十六位朋友們問說 大家都說現在最難的是 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想做什麼 結果他們會在探索自己的興趣領域的時候 是不是有遇到什麼困難 其實最難的是say no 最難的是就是別人要你做一件事情 你因為人情壓力或什麼 這明明不是你喜歡的 但是你就簽下去了 那簽下去之後 你一天又少了幾小時可以用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那你發覺自己真正興趣的時間 又減少了 那等到就是當這個就是扣到負的的時候 那你就會必須要開始跟 deadline line 就是你知道番茄醬工做法 就會開始出現了 那這個時候要把犧牲睡眠品質 那就沒有什麼學習的效率了 那或者是說你不犧牲睡眠品質 那你就要犧牲你的工作品質啊 犧牲工作品質那當然自我形象又會變差 那所以這是一個非常互相的一個循環 所以就是勇於say no 這個非常重要 但是你say no 可以有技巧嘛 就是不是說 就是我知道你是一個好人什麼事 當然不是這樣子講 對 這樣子講 現在就是這種話術已經沒有用了 對不對 你要講的是說 這個有更適合你的社群 對 有更適合的貢獻者 我真的不是最適合的 那等等 那這樣子的做法其實對對方也有好處 因為這樣子他才真的拿得到 真正是以樂意來貢獻的人的貢獻 而不是好像就是被人情壓力 拐來 稍微就是幫個忙的這樣子的貢獻者 所以當你確定說就是 凡是你感受到不喜歡的 你都能夠用一些就是不失禮貌的微笑 去就是讓對方能夠令情高明的時候 你一天就多了好多時間 你一天多了好多時間的時候 這個時候呢 你只要覺得無聊 那就跟這個無聊的感覺相處 這個無聊的感覺相處 如果又能夠相處一段長時間 那好像有七天的話 其實你自己真的喜歡什麼 馬上就會冒出來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跑去打產棋啊 之類 大概就是給自己一段 跟自己相處的時間 那大概這個是通用的一個方法了 那我自己有沒有遇到過什麼困難 當然有啊 然後在中二的時候 遇到的困難就是說 我一天十六個小時 有八個小時必須關在北正國中 就在附近 那然後北正國中當時 杜惠平校長 當時是很鼓勵 因為我當時已經保送高中了嘛 那他很鼓勵我就是完成學業啊 考個GRE啊 去國外啊 他都跟我說 就可以去我喜歡的做AI研究的 Doklash Hofstadter 或其他的這個教授的研究室 到他的Postdoc 你只要付出十年的青春 你就可以成為他的就是研究夥伴 那那當然就是在中二的時候 因為我就比較中二嘛 我就直接跟那個校長說 欸可是校長 他已經回我姓了耶 我們已經開始一起做研究了耶 其實不是這樣 我只是改幾個錯字而已 但是就是說 無論如何他有回我姓啊 那然後就是我本來覺得我英文很差 他應該會看不懂 結果人家回我姓是用漢語拼音 他就覺得他會漢語 那所以總之 這樣子的情況下 那好像沒有任何理由 就是不管GRE還是什麼 人家教授會漢語 你還學GRE幹嘛 那所以 所以我就跟校長說 你看就是都已經這樣子了 那你跟我說我要花十年 這似乎是很浪費的十年嘛 所以因為有這個新的東西啦 真的叫做WireWeb全球資訊網 那所以我一個禮拜 就是五天都要關在學校 一天十六小時 有一半要花在你的學校 這個隊伍 你告訴我 我的Purpose不利 對不對 那所以其實就是 應該要就是 讓我不要在學校啦 那我其實腦裡那時候有決策書 就是他要講什麼 我大概就要講什麼 這個都已經畫完了 這樣子 好 那因為談判嘛 就是說都要BEDNAR 就是說你的次家方案 他可以接受到什麼程度等等 我那時候腦裡有一個 非常可能到 就是七個PLAY的 那麼深的一個角色說 但是我沒有想到就是 他想了大概一分鐘 他躲了比賽就說 好啊 那你明天就不用來上學了 好 那我就說那就是強迫入學條例怎麼辦 因為不來上學是要發錢的 他說好啊 那教育局那邊我幫你處理 所以處理就是偽造文書的意思 不過追溯期過了 所以 所以就公開講 那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就是我的這個中二的心靈 就有一個感覺 就是公教人員 是全世界最創新的人 就是因為他願意 為了我打開這個空間 去做出這樣子體制 裡面的這種創新 這種感覺到現在還是 為什麼我花那麼多時間 做就是公共創新的原因 所以當時真的是非常困難 因為嚴格來講是違法的 那但是就是很感謝 多維比小長 就幫我克服了這個困難 好 有四十九位朋友們問說 推薦政大學生看的三本書 而且想要這個 唐委員分享推薦的原因 大家都很喜歡 問我這一類的問題 那在就是 慶祝天下最近的那一本書 就是剛剛講到 在陳平友的那一本書裡面 其實有一個書單 那所以那個書單 不管是你看的是十本的那個版本 還是二十本的版本 基本上就是在裡面 任一條都可以 我不會覺得哪一本特別 應該要切合大家的興趣 因為二十本裡面就有 至少四本是字典 那所以 你對哪個語言感興趣 才去看那個語言的字典 所以我絕對不會要求大家 一定要每個語言的字典都看完 因為就是說 qualexicography 就是大家一起來編字典 像愛戴義那樣子的做法 是我的興趣 所以我非常喜歡看字典 但那是一種很特殊的興趣 所以我並沒有特別說 大家都應該跑去看字典 但大家跟字典的關係 可能不是我跟字典的關係 有四十五位朋友們問說 您好想知道說 您從小自學成是多年 也有很多side project 現在還是非常斜槓 想知道如何堅持這些side project 以及給文組想要學程式的建議 目前傾向走前端 謝謝 具體的來講 我會建議說 不要特別去學哪一種語言 而是去學習 把問題分拆成很多小問題 再把它組合起來解決的這個方式 俗稱運算思維 computational thinking 那computational thinking 現在我覺得很重要是因為 在以前都是 你要一個指令一個動作 指令這個字就是這樣子來的 但是現在其實 你如果有足夠的資料的話 程式會自動寫好 這個叫machine learning 那或者是說 你如果有足夠多的 不一定是machine learning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也是一種crowd learning 你只要把這個問題問得夠好 而且拋出一個很爛的答案 那別人也會幫你解決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你學這些方法 可能思考事情的方法 比起你自己就是缺乏解決 要來的有用 因為想要來解決的朋友 是用他的我們叫認知的剩餘 就是一天他就是有多 五分鐘的時間可以做好事 那他這五分鐘就是大發慈悲 幫你改一個錯字 但是只要有很多人願意花這五分鐘 那整本政治獻金都可以數位化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其實你自己要學的反而是 剛剛講的怎麼傾聽 怎麼選每邊站 怎麼確保說就是大家覺得重要的事情 你要把它講成 對另外一方也覺得重要的這種說法 因為其實只要是人 在意的事情就那麼幾個 像永續我們登出的 時候的世界要比登入的時候好 那但是同樣的這個概念 對每一個社群每個文化 是一套不同的講法 所以這一部分的工作 所以前兩天才有人問我說 最推薦的城市語言是什麼 那我就直接回說 Text 斜線 Plain 就是純文字 純文字是我最喜歡的城市語言 那因為只要純文字講得足夠清楚 其實它自動翻譯到各種語言 像GPT3那種就是AI 其實現在也都有了 它就是可以把一個純文字 翻成前端的框架的城市語言 所以當然你還是要稍微會一點 因為不然它如果翻錯了你也看不懂 就好像說過於依賴Google翻譯 會發生的一些慘劇 那但是它大部分是對的 所以你只要能夠有教稿的那個能力 就是欣賞審美編輯的那個能力就好 你不用從頭寫全部的東西 所以這是想要提醒你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要如何堅持 其實我覺得不用堅持 因為當你的這個come on purpose確定 而且你都有一個社群了 那隨時都可以放下 蒙點松現在也不是我在辦 蒙點主要也不是我在維護 也就是說我隨時轉向別的事情的時候 因為那個主軸是確立的 而且社群是一直都存在的 所以立刻就是就有人可以接棒 那這就可以減低我們叫做boss factor 就是巴氏因子 什麼是巴氏因子呢 就是在一個專案裡面 有多少人被馬身撞了 這個專案就沒有辦法繼續下去 就是它的永續性 它的resilience 這個反彈力 那這個情況下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idea was spreading 非常的重要 因為你如果不是一傳十 十傳百 二等於十 那這個時候就是當你轉向去做別的事情的時候 不會有足夠多的人來繼續支持這個專案 但是只要你的主軸明確 那你隨時都可以轉向去做別的方向 那但是本來的方向還是有別人在做 這就是為什麼pivot叫軸轉 你要先有軸才能轉 所以這個主軸就是come on purpose 有四十幾位朋友們問說 鄉親問唐委員對於數位身份證的觀點 目前數位身份證沒有相關的法律保障 台灣該如何相信政府相關單位的官員 不會濫用資料 告訴各位一個秘密 目前的紙本身份證在民間使用也沒有法律保障 所以 就是 不是 這是真的 就是如果你有什麼進出停車場 或者大樓換證 有沒有 那你把六代卡就是現在的紙本身份證 留在人家手上 人家就知道你的父母的姓名 你家住哪裡 那甚至你連那個防偽條碼都放在人家手上了 他現在只要用一個高解析度的相機 除了拿紫外燈照會冒出漂亮的蝴蝶的那一部分 大概難以偽造 這並不是紫外燈大家都有 手機也沒有紫外燈附件嘛 對不對 那其他的部分 現在要偽造可以說是沒有什麼成分 你只要把你的身份證留在別人手上 超過可能十分鐘 他要偽造你的六代卡是完全沒有成本 這是事實 並不是我在迴言聳聽 事實上 在六代卡剛發的時候 如果你去找偽造的新聞的話 你就已經找得到這樣子的新聞了 那所以呢 其實大家現在都在一個社會常規裡 就是身份證反正就是會被偽造的這個常規裡面去運行 所以開戶的時候或者是辦手機號碼的時候 他都不相信你的身份證 你一定要拿出健保卡或者拿出護照 他才願意就是讓你辦門號或者是開戶 那所以從內政部的角度來看 這是有點恥辱了說真的 就是說 就是在三大身份證件裡面 大家相信外交部的 真的蠻相信的 那大家相信衛福部的也蠻相信的 那但是不相信內政部的 所以內政部的必須要搭配外交部或衛福部的證件 你才能夠完成零貴的身份確認這件事情 那身份證本來是用來設計零貴身份確認的 所以就是連別的機關都不相信內政部 這就是事實上目前六代卡的狀況 所以七代卡不管到最後怎麼樣 那六代卡現在就是一個沒有法律保障 而且對於隱私興奮非常大 而且正在每一天被攔用的這個情況 所以再次呼籲請千萬不要把六代卡換證 放在別人手上 這真的是非常不安全的一件事 不過反正如果你也習慣了 那我也沒有什麼話好說 那所以這是我的觀點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會不會濫用資料 這個倒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因為資安的問題容易解決 但是隱私侵犯的問題難以解決 就算你資安是百分之百 一百分 但是就是你只要去透露超過你需要透露的資訊 那就算那個停車場的資安是一百分 那也沒有用 因為它就是學到了一些超過它所需要的 我們叫做超過目的外的資料的蒐集 那這個時候它如果再去做處理 再去做利用的話 那這個就會造成一些非常 就是類似像是足跡污染等等的這個情況 所以很多朋友說 七代卡你掃一下基督碼 掃一下條碼感應一下 不是自動就複製一份了嗎 這樣是不是很容易被污染 但是其實六代卡背面也有條碼 所以我的意思說除非說你言行一致 就是六代卡的條碼永遠不給人看到 那這個我沒有話講 那是你有保護自己的隱私 那不然的話其實目前的狀況 就是一個非常糟的狀況 好 那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子做得更好 那大概有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是說 我們可以去明定個人資料的保護 必須要有專責的機關 這個也是我一向2014、15年以來 就是這個主張 就是如果你的個資受到了侵犯 你去找那個專責機關 它應該要可以去執行個資法上面的 不管是行政檢查也好 或者是連續罰患也好 或者是集體求償的那個權力的促進也好 或等等這些 那這個在最近一兩年稍微有些進步 就是國發會有了各自保護的專案辦公室 所以雖然它不是獨立專責機關 但是它現在是專責機關 只是它不是一個獨立機關而已 所以如果有空的話 歡迎多看就是國發會目前各自保護辦公室 已經有一個網站做的事情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靠大家戴口罩請洗手 就是養成就是隱私不要 隨便洩漏這樣子一個觀念 因為到最後 如果你願意為了小錢就是出賣自己的個資 沒有任何人能夠阻止你做這件事情 所以養成一個良好的習慣 這個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這個跟就是現行的身份證 或任何的證件都是一樣的 就是有人要身份證贏本的時候 你可以說憑什麼 或者是說它要背面贏本的時候 你可以至少就是在贏本的時候 把條碼的部分不要讓它引到等等 這些都是舉手之勞的事情 但是如果就是平常常常做的話 那你的隱私足跡的這個洩漏 是可以減到比較小的 那當然就是還有個資法上面 就是不可以合約欲為拋棄的很多的權利 它比較隨時要一份副本的權利 隨時要求更新或刪除的權利 這個都不會說因為你看了一頁 這個也非常常 其實我也常常沒有看完的那種合約 然後打了一個勾 然後你就拋棄掉了 因為它法所明定 不可以用合約來欲為拋棄 所以你任何時候只要心裡有一點疑心說 那這個政府手上到底有什麼資料 那你可以寫個信給指揮中心呢 或者打個電話 就是如果你有疑心說 指揮中心現在手上有哪些 關於我的手機門號的資料 按照各自法你隨時可以去請求 它不能夠不給你一個回應或者副本 那同樣道理對於民間的業者 你也可以行使這件權利 為什麼大家沒有做這件事的習慣 那當然就是一部分是因為 各自專責機關的那個強制力 目前比起消保官來講 可以說是一個零頭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 如果你用合約在網路上面 電商購物的時候 他說你只要打一個勾 你就拋棄掉了七天或者十天 或十四天的賤賞試用期 大家都會知道你打這個勾是沒有意義的 你寄過來如果它真的是一塊磚頭 你還是可以把它退貨 而且人家不能夠不退你錢 那就是在場我想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吧 應該不會覺得你打了一個勾 你就不能夠退掉錯誤的貨品吧 那但是為什麼 是因為後面有消保管 有消費者保護的這一整套法制 那如果它大規模的做 再後面還有公平會 所以這一整套大家已經了解到說 我去舉報可以得到就是不錯的結果 但在各自這邊 因為畢竟國發會開始有這樣子執行能力 也是最近兩年左右的事情 所以大家還不是很習慣說 原來各自法這些權利是可以用的 但是如果大家都用 你就會墊高那些 侵犯你隱私的營業者的成本 因為它就要不斷地給出解釋 然後它就會發現說 原來我一開始就不要做目的外的蒐集 對我來講反而成本比較低 就好像我不要一直賣一些會被退貨的東西 是一樣的道理 但是如果一般人不開始這樣子做的話 那政府能夠做的是有限的 我們不管是透過行政檢查或什麼的方式 到最後也是會被說成擾民等等 尤其是如果是預防性的話 但是大家每天每天再去說 那你個資要給我一份副本 那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政府機關是有帶頭做起 就是如果你用MyData 當作關鍵字去找的話 那有越來越多政府機關 你可以運用自然憑證等方式 去確保說 你的資料在政府機關到底長什麼樣子 你可以一次的下載 那或者是交給你所信任的 其他的分析者 讓他們來告訴你說 那就是政府商量資金的資料 哪些過期了 哪些要更新 哪些要刪除等等 那這些都是所謂的Data Norm 就是關於資料的常規 那這些關於資料的常規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六代卡的情況下 這個其實更重要 並不是說我們等到七代卡 再來講這件事重要或不重要 因為六代卡現在的防禍真的很糟 而且上面預設是 全部包含別人的個子都揭露 所以就是大家去行使 這些資料權利 是比七代卡更重要的一個情況 有四十二位朋友們問說 台灣政府在防疫成功的原因 其中一項是因為在資訊的整合 做得很好 那請問你作為數位證委 是如果在短時間之內 幫助防疫團隊自學 並且幫助國家在防疫期間 能夠快速的進行 疫情資訊的整合 那所以還是回到那八個字 開門造居你請你來 那這個開門造居的開門的部分 其實就是每天下午兩點的Podcast 我是把它當Podcast來聽 但是其實也是有畫面的 就是指揮中心的記者會 因為我覺得就是指揮官音質蠻好的 可以當作Podcast來聽 然後 而且我很喜歡他就是面對那種 比較天馬行空的記者提問的那種態度 就是他都是一個 你早點說嘛 我們一起來想一想 委員教教我嘛 對不對 就是他都有一個非常溫和的 這樣一種你請你來 他在講的其實就是你請你來 但他講的方法非常的溫和 這是我就是在疫情期間跟他學習到的 就是講你請你來 好像有點賭氣的那種感覺 但他是可以把你請你來 不行我來 講得非常非常的溫暖 所以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是第一點 就是說在任何事項上面都保持 你請你來 不行我來 這樣子的一種感覺 那另外一部分也是同樣重要的 就是我們要確保說指揮中心 如果在今天講了一句話 然後發現講錯了 這個其實也是有發生過的 好比像說指揮中心曾經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48小時的時間說 在大眾運輸工具裡面其實不用戴口罩 這個是講錯的 確實是講錯的 因為後來發現有 Airborne Transmission 那發現有這個無症狀的感染者等等 但是在當時 因為我們是把它當作SARS-1.0在處理 如果是SARS-1.0的話 這句話並沒有錯 但是SARS-2.0加強版 其實後來都是SARS-2.1了 英國現在出道可能2.3Beta版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真的它本來一直在更新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因為2.0它有這個新的feature 那所以其實在大眾運輸工具裡面 也應該要戴口罩 不過台灣就是比較可愛的一點 就是說縱使是指揮中心這樣子講 也沒有幾個人理他 大家還是早退不悟 而且呢 會在這個就是 社交媒體上面分享 說國外其實已經有最新的研究了 這個絕對是有無症狀 而且說不定還Airborne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戴口罩當然是必要的 指揮中心真的48小時之後就軸轉 因為它的主軸是保護大家 所以它就軸轉 然後去把就是本來講錯的 就是下架等等 那這個是很重要 就是如果有錯 要馬上更正 那而不是像就是某些別的政府 花了48天以上 還沒有更正 那就造成一個 他們對於口罩一個很不好的印象 那這個印象你事後要救 是很難救得好的 對 好 所以這是第一點 那還有就是說 除了剛剛講到的就是 你行你來 不行我來 然後後面講到這個要快速更正 而且就是 就是我不錯了 對不起 那但是我們現在有最新的資訊 就是更新到腦裡的病毒嘛 腦裡的病毒嘛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覺得還有第三個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保持一個正向的態度 那衛福部的hashtag叫正向防疫 那這個是我們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一直都在講的 2017年就開始講的 就是 每次碰到大家焦慮 憤怒怎麼樣 那其實現在的社交媒體很容易就變 Anti-社交媒體 就是以腦心急專案來講 怒怒就會變成金金金金就變成燕燕 到了燕燕的時候你就穿不透他的同溫層了 那所以這個是迴避系統 那剛剛講到的是這個怒怒 然後變成悠悠變成樂樂 接近系統的這一邊 所以一個人在睡八小時的時候會畫重點 所以重點就是你怎麼樣讓他在睡前 他一方面有這個怒怒金金燕燕的這一邊 但另外一方面也讓他看到怒怒悠悠樂樂的 漂亮的可愛的總裁 柴犬 或者有些人比較喜歡看神獸柚子 那也是沒有關係的 好 但是就是說 總之就是像這樣子的一些 歡樂無法擋 就是沒有辦法抵擋 沒有辦法抵擋 我不是幫特定政黨宣傳 沒有辦法抵擋 但像這種做法 就是讓最後他归結在樂樂上 所以你醒來之後 還是保持一個正向防疫的心情 那這個當然不是只有 衛福部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也就是跟總裁一起住的那個人 就是他只要回家拍個照片 就有你知道就是民營可以用 不想還迅速還要付錢買兔褲啊 那但是 那但是就除了這個總裁這一邊之外 柚子那邊也幫了很多忙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全民都可以一起做的一件事情 有47位朋友們問說 您好 請問您覺得自己的缺點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改進的方法 我覺得我的缺點之一就是 講話的時候速度會越來越快 這個確實是這樣 然後我一開始還可以提醒自己說 我在逗號的時候要多停一下 我在句號的時候要多停兩下 那但是當我比較認真地在考慮各位 所問出來的問題的時候 大家就會發現說我的逗號 就從一個牌子變成半個牌子 變成四分之一的 到最後逗號就好像已經不見了 那其實還是有逗號 只是因為大家大腦還在處理上一句話 所以當我的逗號停留時間短過某個程度的時候 感覺好像沒有逗號一樣 好 那這個真的是缺點 那要怎麼改進呢 這大概是沒救了 但是就是有一些coping 有一些跟它相處的方法 就是如果我講太快了 那大家偶爾稍微提醒我一下 然後我就會忽然想起來 然後在逗號又會停到兩個牌子 大概是這樣子 不過這次感謝提醒 下個問題開始 這個下部為例 有四十七位朋友們問說 如果一次有許多想自學的項目 想請教您 將建議如何先後順序的安排 謝謝 知錯能改 好 我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只要這個purpose確定 那麼就像我用廣度優先的方法 吃那個餐廳的菜單一樣 不妨每一個都稍微花一些時間 一些時間 像我用番茄中工作法的話 我就會在一天裡面花半小時看這個 再半小時看那個 再半小時看另一個 再半小時看另一個 兩個小時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比較長一段時間 然後再半小時 半小時 半小時 等等 那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在這個時候呢 先後不是你判斷的標準 你不是先去接觸一個 然後馬上用那個角度去評判 你看了另外一件缺的事情 是主要還是要在心裡面是有一種 去感受它 但是不是理解它 跟天能一樣 的那樣子一個做法 對 那如果你就是一整天都是在感受它 而且你那一天又有睡夠 那其實你就會理解它 而且會達到一個跨領域的理解 像我自己看天能的 我真的有進電影院看天能 那是我今年好像少數有看的電影之一 那那次因為看的是接近午夜場了 是很晚的那一場 所以我看的時候真的完全沒有去理解任何事情 我就純粹去感受那一部電影 然後之後我就睡了十個多小時 那是我全年睡得最久的一次 然後一醒來之後 全部都看懂了 很高興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真的就是分成批次來處理是很好的 如果我在電影進行的過程裡面 我就一直想要去理解它 到底那塊窗戶怎麼來的 是它安裝的時候就有彈痕嗎 之類之類 就是我腦裡如果冒出這樣子的東西的話 那我下一個場景就沒有感受到 我就必須二刷 三刷 四刷 才能夠看得懂那一部電影 那對我來講 那部電影就是很多的視覺印象 可能半小時半小時作為一個存檔點 但是我就是睡足十個半小時 然後醒來之後 所有這些都融合成一個非常一致的 這樣子一種世界觀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先後順序的安排並不是那麼重要 重點還是 第一個不要用前面的用評判後面的 那第二個要睡夠 這兩個就要做到順序怎麼樣都可以 這個叫做亂序執行 是我們做CPU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演算法 有47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是不是會有壓力大沒有自信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都是如何化解以及提升自信 謝謝 當然是有壓力大的時候 其實絕大部分在我們政委員這個層次 我們都是要協調跨部會的議題 因為如果單一部會部長就可以做決定 根本不會來找我們 所以碰到我的時候都是 就是經濟部想要發展什麼 環保署就是不是很想要它發展這件事情 或者是說科技部剛剛發明了什麼 然後衛福部覺得說 這會不會造成貧富不均等等 那所以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這一套系統 這一套其實憲法 就是一個雙核心的系統 憲法這個修正條文的第十條 有特別列舉出 我們叫做社會主義核心 有點像GPU那樣的東西 就是好比說有辦理全民健保的必要 或者是說有保證大家都能夠學習 尤其是國民教育等等這些部分 所以就是說健康權、學習權、支持他們的通訊權 等等這些部分 這個是社會主義核心 你一刷健保卡就進入社會主義世界 但是還有一些別的事情也是在憲法裡面的 這個是資本主義核心 你一刷信用卡就進入資本主義世界 那所以我們在內閣裡面 就是這個雙核心系統同時在運作嘛 那所以就是你要有些事情 就是明明是GPU適合算的 你拿去CPU這邊算就會燒掉嘛 那某些事情明明適合CPU算的 GPU根本就沒有辦法算 你拿到GPU這邊也是燒掉啊 那所以大部分的時候就是在這兩個中間 好比像說大家都知道醫療是社會主義核心 大家都知道醫美、醫學美容是資本主義核心 這個都沒有成爭論 但是精準健康到底算什麼 好 那所以像這個就是政委 這個層級要處理的事情 就我們必須要去確保說 在雙核心甚至多核心等等的情況下 必須要去想到說那到底誰適合做什麼 哪一邊是哪一個價值才比較符合 因為好像應用哲學這樣子的一種做法 但是這樣子的做法其實壓力是非常大的 而且也很難有自信 因為每一個新的都是新的情況 突然間冒出來的好比像說電子禁忌 它在我們的實體世界裡面 並沒有任何跟它比較像的東西 所以就是每個人去找它的所謂reference class 就是跟我認識的實體世界裡最像的東西的時候 找的東西都不一樣 所以我在協調電競2016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很經典的就是 據說當時已經從2006年協調到當時 而且中間包含行政院長都自己開過會 就是在之前的行政院長也沒有用 那為什麼因為文化部認定說 這個不是傳統文化 沒有百年以上的歷史 電競怎麼可能有百年以上的歷史 這個應該是體育署的事情 因為是一種運動嘛 那體育署主張說它沒有動到大肌肉 不能夠算作運動 你能夠想像小孩就是在運動走自習的時候 都打半小時的電競嗎 沒有辦法想像嘛 那所以這個一定是經濟部的事情 那經濟部說我們在講的是電競選手的權益 你講的如果是軟體硬體就是球場 這個我們可以管 什麼時候經濟部會來管球員 經濟部從來沒有管過球員 就是運動選手的事情 這顯然就是文化部的事情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情況壓力真的很大 而且我也沒有自信 那我沒有自信我怎麼辦 我就是把他們的論點 全部都編輯十個工作點之後 公開上網 然後讓大家看到我們內部是如何沒有共識 那這個是一個創舉 另外按照政府資訊公開法 你搞階段的作業 就是我還在想還沒有決定的時候 以不公開為原則 所以你從來也沒有看到前面十年的協調 到底是中間卡在哪裡 但是我加入內閣的條件是 我主持的會議只要有才是性質的 那一定要逐字全文公開 那但是大家可以就是編輯一個十個工作天 把裡面音樂祕密什麼拿掉 好 那但是這個情況之下 每個人的論點突然之間都變得對大家好的論點 每個人都必須要使用公義的論點 為什麼 因為就是子孫都會看到 所以沒有人會用一些以零為禍的論點 好 那然後另外就是說 當我就是具體也這樣公開之後 就是互相卡關之後 那馬上在LL版PPT 八卦版 在巴哈姆特 在雅虎電競 在Mogo01 在所有你想像的那些地方 那大家就開始討論這個竹子稿 那當然前面都是就是非常帶風向的人身攻擊 這都沒有關係 但同樣的到第五個留言 專業的五樓就出來講話了 那專業的五樓就是說不定還是承辦人 但是因為他可以匿名 所以他就跳出來講話說 其實圍棋是一種電競 是一種回合之的電競 大部分的比賽跟訓練 都是在網路上發生了 AI嚇得也比人好 因為那一年是AlphaGo的那一年 所以顯然圍棋是一種電競 文化部已經有關於圍棋的所有講述的方案 包含兵役的制度 你怎麼可以指鼓勵回合之的電競 而忽略即時的電競 這個論點實在是太棒了 這個論點就是把那個Reference Class 直接放在一個反過來的情況 就是本來在實體世界的某一種活動 而且文化部支持的已經數位化了 所以你應該把它當作Reference Class 就是它的數位化的版本當作Reference Class 而不是硬把數位的新東西 抓回實體世界裡面去當Reference Class 所以我下一次就說 鄉民 專業的鄉民 有這樣子的一種講法 那我們不要把它叫做 就是智力運動吧 我們把它叫做文化記憶的表演者 大家覺得怎麼樣 好 那所以 而且這裡還要特別講記憶 不是說藝術 因為藝術有另外的意思在文化部 記憶 文化記憶的表演者 因為他們也有民俗記憶的那個辦法 他們真的可以接受 文化部的主語真的下過文綺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 他們那邊就解決了 所以我們這樣子來回 反覆大概只有三四次協調會 每次我把鄉民的驚嘆號的部分 人生攻擊的部分都拿掉 所以公部門就覺得鄉民真的好專業 那反過來講 就是公部門那些就是比較 你知道以靈為禍的 其實他們在主自搞編輯的時候也都拿掉了 所以鄉民也會覺得公部門好體貼 那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就是雙方就是 共同價值就聚集 就形成了 所以現在就是電競作為一種智力運動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那就是不是靠我很有自信 相反是靠我沒有自信 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才說那我們開門造句嘛 你行你來 有52位朋友們問說 電腦的前置攝像頭 是不是真的需要貼起來 對我來講 就是我是用外接的Webcam 所以對我來講 我如果要用外接的Webcam的時候 我就會自己有意識的去接那個Webcam 所以我的MacBook上面的那個鏡頭 我是貼起來的 主要也是因為它解析度蠻爛 說真的 OK 那因為它就是要把那個蓋子做得很薄 所以它的感光眼鏡 今天不是講這個 所以 所以這次其實有雙重作用 一種就是我不是很喜歡就是 就是解析度那麼低 然後以及就是在 特別室內的部分 就是它的那個背光處理 沒有辦法做HDR的那個鏡頭 不是很喜歡被那個鏡頭拍到視訊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說 不會說不小心開的一個有視訊功能 這個東西 所以這兩個都是有的 那我當然就是去外接一台 USBcam 可是這完全是在講我自己的使用習慣 並沒有要求大家做任何事情的意思 有四九位朋友們問說 請問您認為所有人都適合自學嗎 還是有什麼特質 有什麼個性 有什麼天分的人 才適合自學 我覺得每一個人在很小的時候 都是自學的 都是自己對什麼感興趣 就去問嘛 十萬個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這樣 那也沒有去 特別說我是要 就是在特定的領域 沒有這種事情 大家都是跨領域的 大家在四歲或五歲的時候 應該都是跨領域 所以這個問題 反而是說 以前到可能七歲 或者是十二歲的時候 慢慢的好像要變成分門別類 好像是在工廠裡面 被分到一條生產線什麼 就是這種工業化時代所來的這種教育 那不過各位 尤其是比較年輕的各位 其實是已經教改之後的 所以大概不容易體會說 就是在以前 尤其還在戒嚴時代 那時候是什麼樣子 但是就是說 那樣子的情況 才是真的讓人變成沒有辦法自學 他只能夠一個命令一個動作 那為什麼就是因為 當時很多教育制度 就是為了要培養出一個命令一個動作的人 整個威權時代 整個戒嚴時代 就是為了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當然在教改後 已經基本沒有這個問題 那在新課綱更是說 方向根本是學生決定 老師是被學生拉著走的這個情況 那所以現在當然就是任何人都適合自選 因為特別是在國家體系裡面 我們已經沒有什麼像以前那樣子 每個學生到最後畢業的時候 一定要長成同一個樣子的這種幻想在裡面 現在大家的困難反而是說 我有太多可以選的 學習歷程檔案到底要怎麼寫的 這樣子一些問題 那這個也是在高教端 大家慢慢會發現說 那我其實不是把大家放在同一個軌道上面去競爭 而是透過跨領域的方法 來一起解決一些聯合國人學法 目標相關的問題 經過USR 以及就是高教生根裡面其他的計畫 其實現在這也是一個預設的想法 對很多高教端的老師來講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倒是 我們已經多多少少擺脫了以前那種 讓人沒有辦法自學的那個情況 大家都可以在自學的情況裡 但是這個自學並不是說 你一定是自己一個人學 而是說自己決定自己學習的 purpose 這個才是對我來講自學的意思 有46位朋友們問說 框架是不是必然不好 還是有條件的線索更能夠啟發人 我覺得這個框架是你自己定義的 或者至少你有參與定義的 那它就是一件好事 因為參與定義框架的過程 這個對所有人都是非常有幫助 這個就是政治 這個就是八本子 這個太強了 謝謝 換一個麥克風 好 謝謝 對 所以在過程裡面 就是大家覺得說 目前的框架我受不了 那當然也有一些人會去試著去衝擊那個框架 但是我一向都不是這樣子做的 我都是剛剛講的嘛 自己找一個維度轉向 已經在起跑點上完全超越那個框架的本來的維度 那然後接下來這邊就是我跟所有對這個purpose有興趣的人一起定義了 那所以大家就會看到說我把很多常見的字像PBL都自己隨便把它亂定義 變成purpose based learning 那但是這個真的很有好處 因為這樣子我這樣子定義之後 大家想的那個方向 它確實可以被引導到一個對大家更更好的那個方向 我不只是為了想改而改 我是自發透過互動達到更好 是這個方向來改 或者像說我把AI從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改成叫做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它是輔助你的這樣子一種智能或智慧 而不是說它是好像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就是別人透過它來奴役你的那種AI 那所以像這樣子的重新定義 這個也很有幫助啊 因為這樣子大家在發想AI的時候就會問說 它是不是assistive 它有沒有幫到我忙 像這個眼鏡 它就是幫助我看得更清楚 而不是幫助我每一分鐘就跳出十秒鐘倒數的廣告 對不對 所以這個眼鏡顯然它是alignment 它的價值是符合我想要看更清楚的價值 而不是廣告商的那個價值 而且它accountable 所以它如果壞掉的話 那我去父親的眼鏡行 或甚至我自己學一下怎麼樣修眼鏡 我就可以給得出它為什麼壞掉 以及怎麼修好的一個膠帶 而不需要 不是那個膠帶 那可能也是那個膠帶 那但是就是 就是我不需要去跟眼鏡的製造商 先付一百萬的授權費用 我才甚至可以把眼鏡拆開來看 那所以只要它aligned 而且它accountable 那加起來它就assistive 剛好這些都是A開頭 所以這些我就會把它叫做 AI assistive intelligence 那或者像大家可能已經聽過的 Humor over rumor 或者是fast fair fun 等等 就是對於這些的講法 它其實也是一種線索 因為我線索是它的音節的數量 主要原因就是說 超過七個以上的音節 就不是很容易記住了 但是三個音節 fast fair fun 這個一定記得住的 那所以這個是什麼 這是詩學的工作 確保說它用相同的子音開頭 或它用相同的母音結會 或者是它中間有一些韻腳等等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這個值得傳遞的概念 就非常容易傳遞 那這個當然是有條件的線索 沒有錯 但是這個條件是大家一起想到的 那馬上就有39位朋友們 來了一個非常像這個的問題 如何定義成功 我對成功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現在所有在場的人 全部都登出的時候 世界比我們登入的時候要來得好 那這個就是成功 那這個是一種永續的 這樣子一種想法 但是這個世界呢 當然有兩個不同的尺度 一個是星球的這個尺度 就是地球 我們登出的時候 要比登入的時候來得好 也有一群人不是這樣想的 他覺得地球是文明的搖籃 但是文明不能停在搖籃裡面 所以他覺得說應該是在火星 或者是說在半人馬座的某一顆星等等 那只有就是讓文明能夠延伸到這些尺度 他覺得才是成功 不然雞蛋永遠都還是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 也就是搖籃裡面 那這兩個不同的尺度 一個很有國際觀 一個很有星際觀 那所以看你知道國際觀還是星際觀 但是我覺得這兩個都算是成功 好 這可能是最後一個問題 36位朋友們問說 對一般人來說 系統性的自學很容易半途而廢 請問有什麼方法可以持續給自己充足的誘因 來持續學習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 而是就是廢 就是你不是半途而廢 你一開始就要廢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如果你一開始是覺得要成為一個有用的人 這個有空可以去讀莊子 那這樣子的想法是本身不是一個很有用的想法 反而是說你一開始就打定主意 要get lost 就是並沒有特別要去哪裡 那也沒有特別要學什麼 也沒有特別要幹嘛 事實上是處在一個很廢的狀態 那這個狀態之下 常無欲 你沒有特別要做什麼 很有趣的東西 你會開始注意到 事物的細節 人跟人之間傾聽的那個品質 就會開始出現 所以不要去想說半途而廢 你在出發的時候就要廢 是從廢來出發 那從廢來出發 你就 nowhere to go but up 就是最後都是upcycling 就是說 你就會直接聯繫到一個 一定是能夠有高的應用價值的地方 因為你一開始 就是已經在一個廢的這個情況來出發 那這個當然是很重要的 在做循環設計的時候尤其重要 因為你必須要把別人覺得是廢的東西 不管是產品還是服務還是能資源等等 變成你的原料 好比像說我現在穿的這件衣服 它就是大概12瓶 寶特瓶的回收 加上5杯咖啡的咖啡渣做出來的 所以它是從廢物開始的 那但是最後upcycling 看起來比本來的咖啡或者寶特瓶 至少不遜色嘛 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用這樣子的方法 不管是去想循環的設計 或者是去想自己的人生 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比較健康的 開始的這個方式 而不是一個線性的 好像說 那你一定就是要就是 你知道狗日行、幼日行、日日行 這一些的這個做法 因為這個的自我系統更新當然很棒 可能它還是在自己的狀態裡 但是現在其實在網路上 只要關鍵字一對 大家很快就會彼此信任 這個時候一起的學習 總是不但比較快也比較遠 謝謝大家 好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 通常也進行 也請回音樂 開放 開放 好 感谢观看